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你好 Dr.亮 你好 蛋哥 臨床腫瘤科专科医生 梁廣泉醫生 Dr.亮 今天主題是膀胱癌 一個完全不認識 我經常有一個很奇怪的耳圍 我知道一定是誤會 是否男人較多 你也可以這麼說 是的 我們看香港的數字來計 一年的新症其實不算很多 膀胱癌來說 大概是400至500宗左右新症 如果我們看醫管局的數字 最新的數字2021年 大概是460宗新症 而當中很多原因 很多人是因為食煙引起 而男士普遍食煙的比例較高 所以男士是會較多 當然女士也有機會有這個病 膀胱癌和煙也有關係嗎 煙真是無所不在 是的 因為香煙裏面有很多致癌物質 而很多的致癌物質 最終可能經過小便 大家知道膀胱最主要是用來儲小便 變成吸入毒素便會形成癌症 所以很多時 例如十個膀胱癌 差不多有一半以上都有食煙 另外一半是甚麼因素 有很多其他原因 如果傳統來說 我們有甚麼高危因素 以前香港從事票染業的工人 因為他吸入票染劑的毒素 會有膀胱癌的機會高一點 另外比較常見的原因 譬如有些人有長期的膀胱石 沒有理會到他 長期的膀胱石磨擦的黏膜 也會引起癌症 另外一些比較有機會的原因 譬如說他曾經可能是有些結核病 結核病 他本身如果是可以發生 通常是肺 但都可以發生在腎臟 譬如是血統 也會增加癌症的機會 因為有很多種癌症 即是沒有甚麼先兆 沒有甚麼早期的東西 一發便來了 膀胱癌有甚麼早期的症癌 鮮兆或是精兆 大眼哥你說得很對 其實一開始如果是很早期的話 真的可以毫無精兆 但如果他真是最常的症狀 通常便是柯血療 但柯血療事實上很多原因 都可以引起柯血療 比較常的原因 包括一些尿道鹽 其次有些尿道結石 譬如腎石 尿道石 膀胱石 主要是因為腫瘤引起血療 尿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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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 也不是晚期了 也要檢查 是 除了一般身體檢查外 第一步可以驗小便 例如癌細胞或細菌 擔心尿道炎 我們很常做內規鏡檢查 內規鏡檢查 一般可以直接觀察到膀胱表面有否腫快 有需要的話可以抽出組織化驗 當然有需要的話會配合影像檢查 例如電腦素描 磁力共振 甚至是正電子電腦素描 去看看病例會否影響其他地方 例如淋巴或是否擴散到比較常見的地方 例如肝、骨、肺等 可以走那麼遠嗎? 可以的 因為入血的話 理論上哪個地方都可以走去 但最常見的都是肝、肺、骨等 對於生命的高危指數是有足夠的 如果在第幾期發現都可以 理論上越早發現醫好機會越高 針對膀胱癌來說 最著重的分類是肌肉入侵性和非肌肉入侵性 如果是非肌肉入侵性比較早期 很多時候我們只用內規鏡的手術 將腫瘤刮除就可以了 當然我們要看腫瘤的惡性度 範圍刮得清不清 有需要的話我們可能會加輔助治療 以前來說我們比較常用的 就是一些我們叫做膀胱內灌注的卡卡苗治療 意思是醫生會直接灌注卡卡苗進去膀胱內 然後就故意令膀胱發炎 吸引發炎細胞進去攻擊內的癌細胞 這個可以這麼說是一個很早期的免疫治療 當然現在在一些不適合做卡卡苗灌注 或者它已經無效的情況下 我們真的可以考慮免疫治療 一些抗PD-1的抗體治療 去控制非疾瘋性的膀胱癌 當然如果你說藥物無效的話 很多時候下一步就要做一個膀胱撤除的手術 亦都是跟著機會很高 但是就變了可能 因為始終我們需要膀胱去儲療 如果沒有了器官的話 很多時候我們就現在的做法有兩個做法 要是我們可以利用腸去重組一個人工膀胱 在一個體內我們就定期去倒尿 把小便引出來 另一個做法就直接可能製造一個所謂的尿袋 一個引流 然後就將一折的小腸一邊就駁到兩邊的輸尿管 另一邊就駁到皮膚外面 然後將小便帶出那個尿袋去儲存 那他加入做事不是很不方便嗎 其實也不會的 因為現在的尿袋其實都是發展得很成熟 即那個所謂的滲流的機會很少 其實如果你說穿了衣服很多時候 你外觀上完全是感覺不夠的 是的 不知道的 如果你說這就是一個早期的情況 如果你說嚴重一些 或者我們發現已經出現一個叫做肌肉入侵性的情況 那就屬於比較嚴重了 一般來說的話 就說是第二期或者以上的了 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很多時候先都是要做一個內規鏡 去將眼見的腫瘤切除 去檢驗一下他有沒有一個肌肉入侵性 如果有的話 傳統的治療方法都是要整個膀胱切除的 當然在一些合適的個案 我們可以考慮局部的切除 例如在一些合適的個案 我們去考慮保留膀胱 意思就是我們做一個根治性放射治療 然後就同一時間我們加上其他 又不是包括化療 免疫治療 目的都是希望可以保住膀胱 而又是達到根治的目的 較早時間你說驗尿 驗到 其實我們一連一度 幫我們檢查驗 其實他都會幫你檢查 你要特別指明 我想檢查膀胱的癌症指數有沒有 他才會檢查尿 好看個別體檢的計劃 他的炎尿包含什麼 因為炎尿可以檢查很多東西 可能他不包的 可能只是檢查有否細菌 有否血糖蛋白已經是檢查了 但要另外檢查 要同一堆尿 你要特別指數 要檢查膀胱那方面的情況 檢查有否異常細胞或癌細胞 是另一個項目 可以跟別人懷疑 大家來時可能很解讀 跟家庭醫生說 我今年想檢查這件事 可以的嗎 還是要找專科醫生 不一定的 當然你可以跟家庭醫生商討 他會分析 他會了解你的症狀 有否需要做跟進檢查 包括驗尿 我相信是要討論大家和醫生的溝通 其實在幾百個個案裏 大多數是一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晚期 還是一些較早的時間 我會說其實相當多機會 發現時屬於比較早的情況 因為我會說 通常柯血療是一個很重要的病徵 很少人見到柯血療也有 正常來說 所以有機會可以在比較早的階段找到 柯血療的症狀 是一個比較早的階段發生的事 是的 可以這樣說 亦是否必經的過程 大家來時會否有些沒有柯血療 但裡面已經有膨胱癌 又不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不是每一個膨胱癌的病人都有血療 是 有些案例 是真的一開始 他純粹是柯尿赤痛 從頭到尾沒有柯血療 是柯尿赤痛 然後做檢查 繼而發現有膨胱癌 亦都發現的時候 已經去到肌肉入侵性的情況 那個病人做了電療花療 然後做了免疫治療 當然也是成功醫耗了 那我想說 譬如有一個人吃煙的 或者有這樣的情況 你會怎樣提醒他 你每年要檢查時 要提醒醫生 有哪裏都要檢查膨胱 還是有甚麼提醒大家 都要留意膨胱癌 第一件事就叫他戒煙 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件事 我想很著重 因為吃煙真的引起很多不同的癌症 我們都要做風險評估 而當中其實我們更加擔心肺癌 變成在那些情況 肺癌來說 譬如我們擔心的話 我們會做低劑量電腦素描 去看看肺有沒有異常的陰影 如果針對鼻尿系統膨胱癌 反而我們會否特意叫他做電腦素描 就未必 最主要我們根據他的徵狀 剛才我們提到的徵狀 他有沒有血療 或者有沒有不正常的 一些鼻尿系統的徵狀 或者一些阻塞的徵狀 或者剛才我提到一些痛的徵狀 有需要的話 我們才會做一些額外檢查 始終來說 一年400至500宗新症 其實不算一個很高的頻率 未必值得每一個人都去做一個篩查 反而我們會建議 根據徵狀去做一些相關檢查 我想問一下 有時要醫治 他在病者方面 是要有甚麼要留意 在治療過程中 通常我們分為早期和晚期 剛才我們都分享了早期的一些醫治方法 針對晚期的病例 可能擴散了去淋巴 甚至乎去了肝、肺、骨 我們未必建議做手術 或者未必建議做根治性療程 很多時候就以藥物為主 剛剛過去的一個歐洲大會 發佈了一些新的數據 傳統來說我們會用化療去治晚期的膀胱癌 但在一些新的數據 我們看到其實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免疫治療 再加上一些我們叫做標靶治療 兩者結合是能夠取締化療 並且有更加好的控制 當然整體的病人不單止全部都提高了 亦都他的生活質素提高了 變成了一個新的標準的選項 及早發現到了 及早發現早期 那是否傳遇率或是康復 是機會會大 這件事有沒有能夠康復 完全康復這件事 剛才提及過一些早期 例如非肌肉入侵性的膀胱癌 其實醫護機率很高 我們講的是九成以上的控制機會 當然你說去到一些入侵性 我們所謂第一期 第二期 其實醫護機率都可以很高 可以去到八九成 但當然你說情況再嚴重些 去到第三期、第四期 醫護機會可能會差些 可能一半以下 甚至乎是 例如第四期的話 我們現在的目標 希望盡量提升整體的生活質素 提升整體的傳媒率 即100%康復之後 會否有機會復發 機會存在 因為很多時候病人 尤其初期我們都建議 定期做一些內規鏡檢查 看看有沒有復發機會 其次我們會驗血看著腎功能 或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加上一些影像檢查 看看有沒有復發可能性存在 健康蛋這個節目 對我本人來說 覺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不停可以有些新的知識 可以告訴我 我一直說 吃煙就廢藍 吃煙原來是旁肝癌 原來都會影響到 有很多不同的器官 都是因為吃煙 所以大家應該是 對於煙這件事 我知道有些吃煙的朋友 我不喜歡聽 但其實一了百了解了它 其實有很多身體毛病 即是可以及早令它 不需要出現 不需要弄得很辛苦 今天麻煩Dr. Leung 跟我們說了關於膀胱癌 如果你們覺得這段影片有用 請和我分享出去 訂閱我的健康蛋 按鈴鐺和Apps 有問題的話 不妨留言 至少Dr. Leung Dr. Leung好 經常會上來 我們是老朋友 可以回覆大家 謝謝